俄罗斯总统普廷28号现身 南部达基斯坦与民众近距离互动 而等待在此的人民也对他抱以热烈欢呼声 甚至高举手机抢着合照 给普廷宛如摇滚巨星般的待遇 俄国解除一日派面为机构 普廷接连三天公开露面 而这样的情况可说是相当罕见 因为近几年他极少直接与一般民众接触 新冠期间更是采取极端措施 美国CNN就解读是因为日前瓦格纳佣兵集团首例 普里格金撤退时受到促拥的场景 在社群媒体上广为流传 因此克里姆林宫输人不输政 希望借由这次公开活动来证明 普廷依然很有人气 报道中还指出普廷这次视察达基斯坦的德本市 去年曾爆发过反动员示威 因此这次的造访也似乎别有用意 美国退役上校温德曼就直呼这样的画面 相当超现实 因为已经很久没看到普廷公开现身了 叛变风波持续荡漾 普廷也极力展现亲口的一面 29号出席战略论台时 更在互动电子白板上 划萨让人摸不着头绪的笑脸 不过仍过得在场众人一致掌声 而表面上看似受欢迎 普廷心里可能非常不安 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普廷影响力确实因内乱变弱 而现在正是磋商务俄和谈的最佳时机 不过欧盟领袖则对俄国现况感到忧心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普瑞尔认为 弱化的普廷恐怕更危险 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欧盟也会非常小心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 记者洪迅亚转理报道